拉斯维加斯引人注目的新景点 Sphere拥有18000个座位的音乐及娱乐中心 但最近却爆出财务报告显示损失近1亿美元 对此 公司高层指出数据可能存在误导 因为获利报告包括了Sphere未开放的7月和8月 实际上 却是9月底才正式对外开放 自从Sphere在9月底开业以来 该娱乐中心已经实现了近800万美元的收益 其中一半来自现场演出 另一半则来自广告收入 这些数据显示 尽管面临初期的财务挑战 Sphere仍有潜力成为拉斯维加斯的重要娱乐和文化聚集地 东森新闻团队 洛杉矶报导